上一节课呢 我们了解了Webpack的功能 它的作用 以及它的一些核心概念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一起来实际去配置一下 看看如何图Webpack 把我们的项目呢 进行打包 我呢 就在我电脑周面上面 右键新建一个文件夹 比如说我就叫做 iMoke 然后呢 横杆Webpack 就这个名字啊 然后呢 我把这个文件夹 拖到我们的VSCode里面 当然 你也可用电脑自在中端啊 这都可以啊 我们就在这里面配置吧 因为这里面我们可以 一边去配置文件 同时呢 它也有中端 可以直接去编译我们的文件 对吧 大家呢 按住Ctrl 按波线 然后呢 就能够打开我们VSCode 自在的这个中端 大注意啊 你如果使用电脑中端的话 你也一定要先CD 进入到我们当前这个项目当中 然后呢 再执行下面的命令 才可以啊 第一步 首先我们的项目当中呢 需要初始化一个叫做 Package.json这样的文件 因为我们后面对于项目所有的 应赖的一些包啊 都会被配置在这个文件里面 所以说这个文件是我们第一步 要去创建的 那如何创建呢 命令很简单 就是NPM Init 大家注意啊 你如果配置WiPad的时候 电脑里面首先肯定要有Node的环境啊 还要有NPM这个环境 当然如果经过前面课程的学习 大家电脑里面已经具备了这个环境 对吧 然后呢 大家看 回车 这时候其实这边有些提示啊 首先呢 问你当前包的名称 如果你不想改变的话 就默认者就可以 如果默认的话呢 就回车 然后呢 问你当前的版本 这我都默认的啊 就回车 这次Corruption 描述 就回车 然后呢 入口名称 Index.js 这个就默认就可以啊 然后呢 当前测试的命令 这些都是默认的吧 然后Gate的这样一个资源地址 也不用关心 然后呢 Pwords关键字 我们也不管 然后作者 我们这些都不管 Essence 这些都不关心 然后说 它是不是生成了这样的一个文件 对不对 他问你 这样可以吗 Is this ok 然后呢 我们跳回车 就是OK 对吧 这个时候大家看 在我们项目的Germanbook下 是不是就会有一个文件 叫做PyGate Regist 这个文件里面的内容 是不是就是刚才 我们一步一步选择的内容 对吧 当然你选择完成以后 你说有些地方我想改动 你可以在这里面直接改就可以 这是第一种生成WiFi JSON的文件 相当于每一个配置项呢 它都会问你是否要改 如果你改的话 可以自己去改 不改的话呢 就回车就可以 那我们再讲第二种方式 大家看 我把这个文件呢 我先右键 把它删除掉 然后呢 删除 这时候我们的项目当中 是不是没有这个文件 那如果我当前还想生成这个文件 我先clear一下 清评啊 Mac电脑清评叫做clear Windows电脑叫做cls 这个不太一样啊 然后呢 大家看 如果我npm init 其实我可以直接-y 这个命令表示就是说 我还是要生成PyGate Regist文件 但是里面所有的配置呢 我都是默认的 就不需要一个一个去选啊 大家看 不许 这时候 它是不是直接就生成了这样一个文件 对吧 里面的每一项 是不是都是刚才 每一个的目的选项 这也是一样的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呢 去选择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我们需要去在项目当中 去安装我们的WiPack 大家仔细听啊 一定要注意 仔细听 安装WiPack呢 一共有两种方式 一种叫做项目安装 相当于是我把WiPack呢 只安装我当前这样一个项目里面 这是第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指的是全局安装 指的是 我当前我在电脑整个的环境里面 去安装一个WiPack 比如说 如果你要全局安装 你可以这样 npm install 简写之i 对不对 比如说WiPack 然后呢 杠击全局 OK 如果回车 这样的话会全局安装 但是 大家仔细听啊 但是 并不建议大家全局安装 为什么这样 比如说 当前 就是我讲课的时候 WiPack最新的版本 应该是4点多少这个版本 应该是4点40几 这样一个版本 那你想一想 如果当前我全局安装了 那当前我电脑 整个的WiPack的环境 是不是就固定死了 是4点几这样一个版本 对吧 那如果 我电脑里面 可能有些项目 是比较早的项目 它是基于WiPack3 去构建的 那你想想 如果我全局把 整个WiPack的版本 固定在4这个版本的时候 那WiPack3开发项目 还能用吗 可能就不能用了 那还比如说有一天 WiPack又升级 升级到WiPack5 或者升级到6 那这样的话 我现在全局的是WiPack4 如果有一天升级到5和6 那之前 我用WiPack4 这个版本开发的项目 是不是也不能够使用了 对吧 这是WiPack 全局安装的一个B端 所以 并不建议大家 去全局安装 所以说 课程里面 我给大家演示的 也是如何在 项目里面 去安装 这样的话 这个WiPack的版本 只是针对于当前 我这样一个项目的 它并不会影响 其他的项目 大家应该能够理解吧 所以说 这个概念 大家一定要理解 所以说 我并不会选择 全局安装 我会选择 在当前项目里面 去安装 OK 大家一定会听懂 然后呢 我把杠计先删掉 因为我不要全局安装 杠计叫做 Kanobo嘛 对吧 我不想Kanobo 然后之前我们在演示 NPM install Dingmini的时候 每次后面 是不是只安装一个包 对吧 其实呢 这个命令 每次可以安装多个包 包之间呢 只要通过空格 去分隔就可以 这样的话 一次可以安装多个 然后现在呢 我们需要安装三个 分别是WiPack 然后空格 还有WiPack-Cli 再空格 第三个呢 叫做 WiPack-Dev-Server 名字千万不要敲错 如果敲错的话呢 就找不到 然后呢 空格 大家注意 我需要--sale-dev-dev 回车 这时候 它会去联网安装 这个时候呢 我们大家说一下 -sale-dev-dev 是什么意思 刚才我们介绍过 在WiPack里面 是不是分为 开发环境 和生产环境 开发环境呢 就是我们编辑代码的时候 那样一个环境 生产环境呢 指的是我们项目 上线打包的时候 那样一个环境 大家想一想 对于WiPack的工具来说 开发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需要用到它 进行编译吗 对吧 这样大家想一想 我项目上线以后 你觉得上线之后的项目 还需要用WiPack吗 是不是就不需要 所以大家想一想 关于WiPack这个包 它是不是只是在我们开发环境下 才需要用到这样的包 生产环境下并不需要用到 对吧 所以说我们对于这种 只在开发环境下使用 而在生产环境下 不需要使用的这样的包 我们在安装的时候 其实就需要使用-C5-DEV -DEV表示就是 Defined Appermint 指的是开发DIS 大家看我们通过 -C5-DEV 然后当前这个已经安装成功了 这些多少个包 已经在这些时间安装完成 然后也没有埋入错误 就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通过 -C5-DEV这个命令 安装的包 大家看PacketAdvisor 这时候会生成一个叫做 DEV Dependence 这边是不是我们的包 对吧 以及对应的版本号 大家一定要注意 目前我现在在公司 这门课程的时候 WiPack最新的版本 是4.43.0 是这个版本 然后如果你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 比如说WiPack又更新了 当然如果它只是在4这个版本更新 它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动 比如说有一天可能更新到5 甚至更新到6等等 这时候WiPack的配置 有可能会不一样 那个时候具体的 大家还需要参考一下 WiPack的官方文档 文档在哪呢 我们打开热讯器 然后呢我们搜索 WiPack 然后呢我们选择第一个 大家看这边有中文文档 刚才我讲的概念其实都有啊 现在最新的版本是4.43.0 如果大家比如说 你对WiPack假设有一天更新了 如果更新到5 然后呢你对5可能不太熟悉 没有关系 大家在我们安装的时候呢 可以直接 at就是那版本号 因为刚才我们在安装的时候 是不是直接就是这个名称 对吧 你可以比如说在这边 at4 那这样的话 它安装就是4这个版本 OK 这个其实在我们的view里面 其实也演示过 对吧 道理都是一样的 然后呢我们看 因为刚才是-save-dev 所以说 它被安装在了dev dependence 也就是开发环境下的 这样一个依赖 如果你安装的时候 是-save 没写-dev 那么这个包 就会在这个里面 有一个叫做dependence 只有dependence 没有dev 那个就表示在 生产环境下进来 OK 然后呢 安装好这个wipack以后 我们就可以对它呢 进行相应的配置 大注意啊 在项目当中 是不是多充了几个文件 我们看 第一个 pipage-lock 它呢 其实是在我们 npm的新版本里面 推出的一个功能 指的是 -lock 是不是锁定的意思 它呢会锁定我们当前 对应的项目当中 里面一起包入版本 是这个意思 然后呢 node-modus 它指的是 当我们在项目当中 安装一些 新版本的包的时候 其实这些包呢 都是被安装在 node-modus里面 你会发现 这个文件夹里面 其实好多内容啊 比如说我们可以找一找 往下 看看w开头 大家看我们安装的 wipack 然后呢 wipack-cli wipack-dv-server 是不是都在这个里面呢 对吧 而且一般项目 比如说我们传到git的时候 node-modus呢 是不需要上传的 我们只需要通过 npm install 就可以根据 pack-addition里面 对应的依赖 它就可以自动的生成 node-modus里面 讲 OK 然后呢 我们在项目的根本过下 注意啊 是在项目的根本过下 新建一个文件 叫做 wipack-config.js 文件 大家注意 这个文件名称 不要敲错 固定的名称啊 你不要去改它 然后呢 我们看 我们通过module.js pulse 导出一个对象 在对象里面呢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配置一些规则 比如说 刚才我们讲的一些 wipack的核心概念 里面有什么 大家记得吗 比如说 当前的模式 我们现在是不是在开发模式 比如说我就配置development 表示当前我是开发模式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让我给它配置一个 入口文件啊 大家看 比如说我的项目的根本过下 新建一个文件夹 比如说叫做src 这个src呢 就表示我们的原文件 也就是我们的 自己要写的代码 就写在src下面 比如说我在这里面 新建一个文件 叫做index.gs 这样一个文件 然后呢 这里面我们定义一个语法吧 比如说我们写一个 cons一个sum 我们写成一个 渐算函数的形式 比如说参数是s和y 然后呢 这个函数的作用 就是返回s加y 这样一个两个数的求和 这样一个很简单的函数 然后呢 我们把它作为当前 我们项目的一个入口文件 那我们在这边 大家想一想应该怎么配置 当前我们把iPad concred.js 是不是在项目的根本下 它是不是要找到 当前src下面的index.js 然后大家注意 这边点杠 表示的是当前不紧 然后呢 src文件夹 下面也不叫做index.js 这样一个文件 这样的话 入口我们就配置好了 OK 然后呢 出口我们先不配置啊 大家看 这时候比如说 我想通过iPad 把我们当前这个 进行打包编译的话 应该怎么办 大家注意 你看啊 我如果直接在 下面输入iPad 这个命令 看看可不可以 回车 大家能够发现说 command not found 命令找不到 大家注意啊 当前我们的iPad 的安装方式 是不是以项目 这种方式去安装的 并没有安装在全局 如果你全局安装的话 那么它通过iPad 这个命令 它会在全局角度去找 你说是否安装过 但是我们在全局里面 没有安装过 只在项目里面安装 所以说 你通过iPad 的命令 是找不到的 这个命令 是使用不了的 那怎么办呢 如果我们想在 项目的内部 安装的模块当中 去找iPad 这样的模块 那怎么办 大家注意 有个命令做 NPX 注意是NPX 之前我们安装的 那些包管理工具 是不是都是NPM 对吧 这个叫做NPX NPX的作用 就是调用项目内部的 安装的模块 它就不会去全局里面去找 然后你看 NPX WiPad 出车 这时候 它会在项目内部去找 WiPad的命令 然后进行打包 大家看这时候 你们发现 在我们的项目当中 生成一个文件夹 叫做Dist 下面有个文件 叫做main.js 大家记得 我们在讲 出口的时候讲过 出口默认是一个 Dist的文件夹 下面一个叫做main.js的文件 大家记得吗 我们打开看一下 大家看这 你们会发现 这个代码好像 好多 其实 这个就是WiPad 打包生成之后的文件 我们往下找 一般在最下面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刚才写的代码 在这个里面 看到了吗 Cons的一个Sum 然后是一个 见证环数的形式 因为现在我们 还没有安装Bible 所以说 它还不会把ES新的性 转化成ES5的语法 也就不会把 见证环数 转化成Function 这种形式 这是正常的 一会儿我们配置完成以后 就可以了 我们再试一下 如果把WiPad Compare.js 形容这个Mode 比如说 改成Production 这指的是不是 生产环境 保存啊 大家看这个时候 我再重新的 编译一下 大家看会怎么样 OK 还没有问题 这时候再看 Main.js 大家就发现 它就会在一行 这时候上线以后 代码是不是 就会比较小 对吧 运行也会比较快嘛 而且你看 它所有的命名 或者是方法啊 或者什么变量啊 是不是都是这种 一个单词的 并不会像我们那样 面称成很多单词的 因为这个站字节 文件也会变大嘛 对吧 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 大家看 我们在第一次 输入NPX Webpack的时候 那时候是不是 在开发环境下 大家看 那时候 我们的项目 输入文件以后 是不是3.8K 对吧 但是呢 当我们把它配置成 生产环境下以后 再通过 NPXWebpack 输入文件以后 你看这个文件 是不是只有930B 整个文件 是不是变小嘛 对吧 这也是开发环境 生产环境下面的区别 但有的时候 入口文件 我不想让它 是摸认这个名称 我想自己改一下 怎么办 大家看 其实有很简单的方式 我们就配置一个output 然后呢 直接配置一个 比如说我们简单一些 就配置一个 fail name吧 比如说 就叫index.gs 注意 我先把第四文文件 先给它删掉 让它重新生成 然后呢 我们还是把它改回成 开发环境 因为当前 我们是不是都是在 开发环境下进行开发 对吧 配成第1个方式 保存 然后呢 我们再通过 NPXWebpack 输入一下 当然这时候 是不是又生成 第四文文件 这时候它输出的文件 是不是就是叫做 index.gs文件 对吧 然后里面 是不是也有我们 写这种代码 OK 所以说 其实这个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些 Webpack的一些核心配置 包括模式 包括入口 包括出口 以及呢 我们通过NPXWebpack 命令 进行打包和变译 然后呢 大家再想一想 对于一个 我们前则项目 不能只有gs文件 对吧 我们是不是还应该有 artimer文件 然后gs是应该配置在 artimer里面的 这样的话 才能很好的展示和运行 对吧 那如何对于artimer文件 进行打包呢 这个时候 我们就需要用到 前面介绍的一个 parin插件 首先呢 还是打开我们中端 大家看 我们要用插件的时候 首先呢 我们先需要去安装 我们这个插件 npm install artimer webpack tick 其实这个插件 它也是我们在开发的时候呢 生产环境的时候呢 是不需要的 所以说 它也是 save-dev 其实呢 这个 save-dev 可以解写成 横杠 大D 就是一个横杠 大D 就可以啊 回车 其实这时候 就可以把它安装在 我们的 Dev 那想一想 我怎么能知道 当前这个包 到底是怎么安装 以及怎么使用呢 大家看 我把这个包名 先复制一下 这边先安装着 打开我们的网页 然后呢 我们打开 npm 搜索npm 然后呢 npmgs 这个网站 其实我们所有 能通过npm 安装的包 都在这个网站里面 有详细介绍 这个前面我们也讲过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在这边 直接搜索 atm webpack pari 这第一个就是啊 点进去 封大一些啊 这边会有 它的介绍 这个插件呢 会创建 一体面文件 然后呢 给你的这个 帮助去使用 怎么安装 大家看 这个命令 是不是刚才 我安装的命令 对吧 我们是通过npm 安装的 如果有同学 习惯用这种样人 安装 也是一样的啊 然后呢 下面怎么使用 这边都会有文档呢 大家看 项目当中 是不是先要把它引入 然后呢 在pari里面 进行相应的配置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然后呢 我把这个代码 直接就复制过去了 OK 这边也安装成功 只要安装成功啊 其实在我们 第一VDependence里面 其实就会有这个包 以及对应的版本 再回到我们 webpack config.js 然后呢 我们在上面 大注意啊 这还是个GS文件 所以说它的写法 是不跟我们GS 是一样的 对吧 引入一个包 然后呢 const 把上面一个名称嘛 对吧 接下来 是不是在下面 有个叫做pariins的 然后呢 直接new 当前我们这样一个pariins 是不是可以了 对吧 OK 保存 然后呢 我们现在还是 npxwebpack 出车 我们看看 安装完这个插件以后 会怎么样 大家注意 这时候 在我们第四文件夹下面 有没有发现 会多一个叫做 index.atml 这个文件 注意 我SRC下面 我可没写过atml文件哦 这个atml文件 是不是因为我们安装了这个pariins 它自动生成这个文件 对吧 那我们看这些文件里面 都有什么内容啊 点开 大家仔细看 因为发现 它会自动的把index.js 这个文件 给我们引入到atml里面去 所以大家想一想 这时候是不是很强大了 如果一个项目里面 可能有很多的文件 我根本就不需要手动的 把它一个一个的 通过思维标签 SRC 把它引入 都不需要 这个wippack 都能够帮我们 很好的处理掉 这个是不是很强大 对吧 这个呢 其实就是我们atml wippack 它的作用 它能够在atml文件当中 引入外部的资源文件 然后呢 生成这样atml的一个入口 那有的时候 大家想一想 我希望我生成这个文件啊 它里面 比如说 Title不是默认的 是我们自己指定的 或者说 我这里面可能 还有一些其他内容 是我指定要 估计写死的 那怎么办 我们是不是要给 我们的当前这个atml 配置一个模板 对不对 这个模板应该 如果配置呢 也很简单 大家看 比如说 我现在srd下面 新建一个文件 叫做index.tml 它呢 作为我们的入口文件 然后这里面呢 我生成一个 标签面基本结构啊 比如说 Title 我们叫做 目刻网 比如说es的课程 OK 那想一想 这时候 它是不是就会成为 一个模板 对吧 当然比如说 我配置一个什么 Link 然后Failure Icon 都可以在里面配置啊 然后呢 我希望你后面 生成的atml 都是基于 我当前这个模板 进行生成的 明白这意思吧 就是这边 是我模板里面 去规定的 而不是你这边 默认的给我 生成这么一个名字 对吧 那怎么把这个模板 配置进去呢 也很简单 搭上这啊 当我们newatml wirepack pile in的时候 其实呢 可以指定一个 参数 数据对象 这里面可以配置一个 tmlit 然后呢 它这里面可以配置一个 模板所对于能够镜 比如说 当前文件夹下面 srt下面 有个inuxrt 我们是不是要把它 作为我们的模板 对吧 这时候 我们再通过mpx webpack 打拨编译的时候 大家看这时候 生成的 HM文件啊 我们看 this下面的 HM文件 有没有发现 它就是以我刚才 配置的这个模板 进行生成的 而不是随便生成一个 对吧 或者我们在 试一下 让我这里面 比如说 我还有个he 比如说 我写一个 hello itema secret 保存 这是不是也是配置在 我们的模板里面的 然后呢 我再编译一下 大家看 这时候生成的 this下面的 index rtm 是不是也是 有我这个模板呢 都是基于我这个模板 它把gs 给我们自动引入的 这个呢 就是我们 rtm wirepack pile in 这个插件的作用 通过这个配置 我们看到wipack 能够对于我们的 gis这些文件 进行打包 变异 对吧 但是有的时候 这样 我们的项目当中呢 有些文件 我不希望通过wipack 打包 我只希望它呢 原封不动的 拷贝过去 比如说 我在我的下面的 根本下 充建一个文件夹 叫做static 这单词就表示 静态的意思 我相当于是 我想把 static文件夹 下面的文件 原封不动的 拷贝到 this下面去 而不是像它这样 打包编译完成的 那怎么办 比如说我在static下面 新建一个文件 比如说我们就叫做 s.js 就表示static的意思 然后呢 比如说我认译这个 比如说 conc a等于5 然后呢 conc a等于6 OK 我希望我死在这个 下面的这个文件 不被打包编译 而是原封不动的 拷贝到 this的这个输出上面去 那怎么办呢 大注意啊 这时候呢 其实我们还需要 用到一个插件 叫做copy wipack pilein 我们可以搜索一下 copy 然后gar wipack gar pilein 这第一个就是 这个插件之后呢 就可以把我们的 这个文件 或者文件夹 原封不动的 拷贝过去 而不经过 wipack的打包编译 这是安装命令 对吧 我直接把这个命令 寸出c 然后呢 复制到这边 安装 OK 这边先安装着 同样的 它是不是也是 把它导入进来 对吧 还是在我们这边 把它引入 引入完之后呢 是不是在下面 进行相同配置 大家看 我们因为是数组嘛 所以说这边数组 里面是可以有多个值 在new copy parin 然后呢 它的参数 是个数组 数组里面 是一个对象 然后呢 它的参数 有一个from 指的是 从哪来 对不对 我要把stelec 这样一个来源的文件 或者叫文件夹 对吧 复制到 比如说 我还要复制到 this下面 stelec下面 那就是 在配置一个to stelec 这个文件名称 大家可以自己起 这时候我们再试一下 大家看 我再通过npx webpack 这时候 编译完成以后 大家看 this下面 是不是会有一个 stelec文件夹 下面是不是也有个 s.gs的 点开以后 你发现 这个文件 是原封不动的 copy过去的 而我们index.gs 下面的文件 就是原文件 打过编译完成之后 是不是被增加了 很多文件 对吧 这个其实就是 copy webpack parin 这个插件作用 它可以把我们的文件 或者文件夹 原封不动的 拷贝过去 那到现在为止 其实我们webpack 一个基本的环境 就已经构建好了 大家客户 一定要自己尝试一下 其实对webpack 配置并不复杂 只要你细心 不要敲锁 就不会有问题 然后遇到问题的时候 多去看文档 或者手册